大家好 我是阿影 今天要介紹的是遊戲改編電影 《邊緣禁地 沙丘喪戰》 2K出的遊戲《Borderlands》 改編成一套電影 我可以說這套電影完全是一個災難 我經常不明白 為何要改編一個遊戲故事做電影 差不多每次都找不到 一個喜歡這個遊戲故事的編劇來做 雖然發行商很好的人請了我們去看手影 但我離開戲院時仍然是一邊嘆氣一邊搖頭 所以放心 這段影片我仍然會毫無保留地說這套電影的缺點 雖然我並沒有玩過這遊戲 但我可以說 如果這個遊戲的人物素造 故事情節 是跟電影做出來的級數一樣的話 我保證這遊戲應該出不到像現在這麼多集 而事實上《Borderlands》這遊戲正統作有三隻 前轉外轉其他遊戲加起來還有八隻 即是遊戲的世界至少是吸引人的 那麼電影中的世界建構和角色發展是做成怎樣呢 簡單說一句 爛蕃茄6% 觀眾的48%並不是浪德虛名 而他做得差 並不是那種差到會變成另一種味道的couch 而是純粹那麼差 好像一個小朋友考試交八卷就是零分 而真正的溝片是好像有些很有創意的小朋友在一份卷中亂畫公仔 雖然是零分 但是有些觀賞價值 說下去就是會劇透的了 介紹完我們頻道之後我就正式開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麻煩幫忙訂閱我們 我們最近在考慮開通會員 希望可以給予更多更好的內容 如果有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首先有一招我私藏了很久 今天為了這套波特尼人 我就拿出來跟大家說說 就是一套戲 如果一開始有主角的龐伯 這套戲的角色營造 高達八成機會率會是炒車的 因為好的編劇 不需要叫角色用龐伯來描述自己的心情 他會設計場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令觀眾認識他的基本性格 去理解這個角色會遇到的問題 厲害的 甚至可以令到大家同時理解這個世界的設定 而這套波特尼人 一開始就是解說世界設定的對白 然後三個主角出場 矮仔、妹妹和大隻佬 兩個大男人夾手夾腳救了妹妹走 中間完全沒有角色塑造 打了幾個KLFA之後 抱了妹妹就走了 矮仔我除了他是矮的 我就一無所知 我看的時候甚至不知道他是來捉走妹妹還是來救走妹妹 大隻女更加狗不達白 隨便打兩個人抱著妹妹就完了 十足一個KLFA 然後就女主角出場 他出場一來就是解說自己心境的獨白 總共出場了四個角色 還奉送多一個免費的奸角 沒有前文沒有後理 要求在電影的一開始 觀眾就要硬記作品塞給大家的設定不止 而這堆這樣的設定 其實最後都有劇情的幫助是微乎其微 主角和遊戲的關係可能就是造型一樣 和同一個名字 地點世界和遊戲的關係都是一樣 除了look and feel 一樣之外 就沒有東西有關係 整件事創作者如果他改了一些藝術 你說他在 Assassin's Creed 都可以 都是有一條鑰匙 都是有一個金庫 都是有一個主角有特別的血統 都是要找一件東西去開門 都是有第二個組織阻著主角去找東西 那獨特點在哪呢? 這個遊戲世界最引人入勝的地方是甚麼呢? 創作者你有責任告訴觀眾 不是塞一堆設定 然後叫我們背了他 就叫做改編了 所以在女主角開口獨白的時候 我已經心之不妙了 我腦裡已經全部都是直升機聲 復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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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 然後女主角真的進入了一個場景 終於一個Siberpunk的星球 五十光年以外 又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設定 五十光年用來吃嗎? 離開五十光年有甚麼關係? 沒有關係 女主角捉了一個工具人通緝犯 之後就不會再提 不知為何要拘捕通緝犯去酒吧喝酒 不知為何要騷一隻八達通手錶 給我們看他用八達通手錶來買酒 又不知為何大魔王明明 可以用面罩直接跟女主角溝通 但偏偏一開始就要請一群流氓 回來被女主角殺 然後再付錢要他去找妹妹回來 這裡是否想說女主角的性格是怎樣呢? 是否說他殺人不眨眼呢? 但其實故事發展下去 他又沒有殺人不眨眼呢? 是否說他很聰明 會穿了流氓 其實是有人派來的呢? 但他之後又完全沒有用過他的智力去解決任何問題呢? 是否說他很不想回去剛才的星球Pandora 即是有金庫的星球 你看我多乖 我有背你開頭讀白給我那堆資料 但鏡頭一轉 女主角看到大魔王過給他的數字 那他又去Pandora了 不過不要緊 真的不要緊 因為這一幕的事 出現的事 很多都不會再出現 很多都不會再推進任何故事劇情 然後大家觀眾都可以放心 類似的旁枝末折 完全沒用的東西會在這套電影中不停地出現 包括女主角去到星球後會有一個降落的倉 包括下倉後她轉搭的巴士 甚至包括一聽就知道是原著中非常有份量的設定 一個網叫EchoLed 這堆東西對於這套電影 擺設來的 一點用途都沒有 連駕巴士的配角 還有她記得每個人之槍的型號 都是一樣 完全對劇情是沒有幫助的 總之女主角就找到妹妹 妹妹用炸彈炸女主角 妹妹這個角色是整個故事的主軸 她就是負責被人搶的無限寶石 但實際上她這個角色是毫無特色 觀眾不會看到她有感情 甚至不知道她是堅強到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還是柔弱到一定要人保護她 總之她的存在比那條鑰匙還差 只能發光告訴她那個地方就是那裡 但妹妹完全是一塊紙牌角色 另一個角色是Jack Black配音的機械人 負責搞笑的 然後除了搞笑 她沒有任何其他作用 推進故事的時候就好像一塊垃圾被人扔來扔去 平時就口臭臭串 就算下女主角之後呢 沒有了 她甚至連主角群的同伴都算不上 只是一件Gadget 一部自己會行走 但打不爛的廢鐵 我猜在遊戲中 她一定是更加有人性 更加有客 更加好笑的 但這部電影就是將這個角色毀滅了 矮人和大隻佬就更加大鑊 完全沒有這兩個角色的任何相關描寫 有對白的工具人兩媒 四個人成團的理由也牽強到爆 女主角要硬加入不是問題 但實際上她就是沒有任何加入的理由 也沒有任何喜歡上妹妹的動機 成團之後 還要去另一個城市找多個老女人加入 老女人本來應該要跟女主角有很多火花 畢竟兩個人是有一段過去的 但就用了不用三分鐘 兩個人冰色前嫌 前事不計 甚至好像他們兩個自己都忘記了很多東西 而那三分鐘發生了什麼呢 就是妹妹和機械人跑去洗澡 其實看到這個時間點 我在戲院看到有人開始離場 但我覺得是不可以這樣的 或者之後峰迴路轉救了整部電影 對不起 我錯了 我錯得很離譜 之後主角一行五人就去找鑰匙 鑰匙所在的地方住了一大群野蠻人 他們拿到鑰匙之後就要在這群人的追殺之下逃走 然後矮仔就為了整理這架升降機 一個人墊後 我從來沒見過 是從來沒見過這麼廉價的犧牲 他捲了一堆電線 弄回升降機 然後就衝過去給那堆人打 至於搭升降機的主角們 他們的說法是 不用怕 他一定沒事的 嘩 多謝告知 我都知道他一定沒事的 動作電影來的 又不是恐怖電影 不是一定有人要死的 但實際上這個操作 就是令整個情節變得很廉價 趕到矮仔衝來一堆野蠻人 好像去街市買菜 不用怕 他買了龍蝦就會回來的 然後終於到最後揭露 去到金庫前面 原來無限寶石的本身 並不是妹妹 而是女主角 喂 什麼事啊 美少女的戰士啊 原來大家一直在找的 善尼迪公主 就是越野兔自己 嘩 真是很清新 很驚喜 很有戲劇效果 但這個是主創團隊才會這麼想 觀眾會怎麼想 不像我這樣 覺得被人困了 一開始我背了這麼多設定 我一個是有用之餘 原來還有流料在裡面的 由頭到尾 女主角自己走去Pandora的金庫 開門就完成了 妹妹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妹妹連無限寶石都不是 只是波子棋裡面的其中一顆波子 剛好放在那裡 好了好了 快點結束了這條影片 跟大魔王的遙控和飛船 打了幾下之後 主角群 最後贏了 放了大魔王的金庫裡面 然後鎖在裡面 好了 結束了 還未肯結束 還要回城市裡搞一場BBQ 喂 編劇大佬 你小時候欠交功課的時候 是不是被人罰過要連續看一千集真情 所以你才弄出這件事 出來向社會報復 唉 算了 我打算做完這條影片 就在我腦海裡刪除了這部電影 我是從來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 大家千萬不要提醒我 有我老人千萬別忘記 那我生活就很幸福愉快了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頻道 麻煩幫忙 留言、留言、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 可以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我們會很感激你們的支持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